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她在一起 她觉得充实 生活非常和谐 在这个特定的时刻 她的父母身处在极大的威胁中 而幸存者们又在一个地下室避难生活 她觉得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人怎么会和动物和原始世界之间有这么大的距离呢 在其他地方 当她仰望天空的时候 她为宇宙生命的奇妙而发出人类的惊叹 所有这些微小具有不可思议的重合 都向我们诉说着上帝的必然存在 否则又怎么去解释这样一些奥秘呢 如何去回答死亡的焦虑 如何去接受面对宇宙 自己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事实呢 但是要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由人类那些为守护道德和官方教义的人类 所写出的宗教遭到了破坏 生长在一个天主教赞同之地位的国家 艾雷娜承受着宗教带来的结果 上帝按照她的形象创造了人类 因为她清楚地区分了人和其他生物 这种区别是无法逾越的 其他的生物没有特权去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 最荒诞的解释是为了贬低动物的价值 他们没有意识 不会言语 然而开始出现一些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 这些证据展示了动物们的意识 以及有一些动物能够通过手语进行交流 不仅仅只是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行动 而且也包括他们最亲密的感觉 比如爱情 欢乐 忧愁 孤独 以及所有人类的情感 这些动物能够画画 能够通过画的形式和颜色 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感知 如果动物有言语 意识 艺术表达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把他们看作是低劣的族群 不让他们和我们人类一样 想有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的权利呢 知道那些骑士什么时候会到吗 让戈尔向长地演奏家弗洛琳娜问道 他们大约一刻钟之前已经到了 啊 好的 已经到了 他们都到了吗 我不太清楚 但是是吧 我去看看 艾莲娜 你想一起来吗 我去马厩 你会看到我们的马 我很乐意 这个建议好似对生活的一种回馈 在这样一个阴暗的世界也有马 如果有马 那也会有 他不敢抱有希望